分为三次 一 临时开导 二 正纳的窃体 三 四项俏窃 第一 临时开导 第二 临时为人传授窃法时 首做第一 开示引导 第二 正纳窃体 正式做三规一法 而来纳授五窃的窃体 三 四项俏窃 先说 无窃的窃相 来窃窃窃 售后 售窃之后 必须要尽心地讽刺 先说到第一次的临时开导 四朝圆落至此时 正学广山 四道化解正常 顾得但愿其善品心 则说者之何是善品 不自广问 坚博士相貌 您是未必送文 好 从四朝收到落至此时 如果到了正式要传授窃法的修化 正学广张四道化解正常 即使 政府应当立切广开彰性 借法的教育 来指示引导借职有关授窃的作法等式 使令借职们能够发起 令他借职真正的宗旨教育 不得但愿其善品心 不可以只是说 你要发起善品心 来领纳善品借提 则受者之何是善品 受去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 那什么是善品 所以借职就突然自己白问了 坚博士相貌 您是未必送文 现在借职在授窃前 应当稍微的在家里说明 预期发授当中 所说明发授尽量等等 意理的相貌 您是未必送文 不一定在授窃时 读书授窃之文 就算圆满了 知识是缘 知识去就解释所 原正需者 显情发授 且令御许 为是正习 前文当中所说的正需的情形 实习 知识是缘前面 预设发授 所说的 所说的 所说法提议 我才尽量 预警发信 以及用心成仰 这四支的意理 这时候灵血 在正受计时 在稍微抵受力 并且使用戒指能够立心好好学习 才能明白那时候戒指的暴力 还不是正式用上头 今将那怕重令一切 更是为其选择要理激动蒙心 现在戒指 即将要为戒指纳扫无切的计划 重令十年戒指 对前面四支的意义已经了解了 正要受戒指的时候 孩子更加需要详细的 来选择重要的言语 来激烈感动戒指 求戒指的出发行 所以做戒指的人正当这个时候 不可以草率轻易为人来受戒 应当要策略引导戒指 能开发心智 来了解什么是那时候戒法的根本 所以叫做正宗 四朝去远 应必言善能耻 生皆上善 广受法情 当法善行 可得善法 今朝